政府推出零一次性塑料路線圖 要讓我國工業浪潮增添綠意 雖然我國綠色工業起步慢 但還是有不少獨具慧眼的企業 和發明家利用巧思 和我國獨有資源的便利 研發出衣食柱形的綠色用品 馬上來看看有哪一些 已經能夠運用的巧思發明 第九屆國際綠色科技及環保產品展覽會 從十七號到二十號 在吉隆坡會展中心拉開序幕 聚集了國內外綠色工業商家 不少環保巧思 還是我國在地研發 雖然電動腳踏車不算是新新產品 不過我國企業積極研發出 半自動腳踏車 只需要充電四個小時 就能借助電能翻倍提升行駛速度 達到每小時二十五公里 而且還能去得更遠 假如你說百分之百助力 大概一次跑八十六公里 假如百分之二十可以跑到兩百公里 所以很少看到自動電動自行駛跑到兩百公里 我們已經做到了 那是現代的技術了 我國另一個在地創意 則是植物盒 這個生物可分解塑料罐子裡 裝滿種子 你只要倒入三點五公升的水 三個星期後換水一次 再倒入特製的營養液 四十五天之後就能收成 自家種菜其實不麻煩 大概我們現在有十八種菜 我們有三個category 一個是那些green leaf 一種是herbs herbs就是说mint basil那種 第三種就是crawlers 就是說好像tomato melon cucumber 那種是crawler的飯 所以我們有三種 全部都從cartridge用出來 油棕是我國其中一種 商業價值最濃產品 除了油棕果 它的葉子也大有用處 這個用棕葉製成的一次性環保吸管 浸泡在水中三個小時都不會變軟 但只要在自然環境待上三個月 就能分解成堆肥 這套涵蓋湯匙 叉和筷子的 整套棕葉餐具正在進行企業測試 明年一月就會面試 而這樣的構思 來自發明家對原主安全的擔憂 我想找天然的植物纖維 結果就給我發現到原來油棕葉 是全馬最大的植物肥料 然後它只是放在油棕葉裡面 當作肥料 養分給油棕樹 但是我 據我跟降落小圓組的接洽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有一種葉堆裡面 會有蛇 會有老鼠 這個對他們來講會 尤其是蛇 對他們來講是蠻危險的 藉助先進科技 太陽能電池擺脫厚重外殼 注入輕薄柔的特色 潛入背包內邊走邊充電十分方便 這個來自中國的太陽能背包 裡頭裝置了充電堡 只需要用陽光充電四到五個小時 就能為手機 相機 平板電腦等 輕型的電子產品充電 就是說我們這個包包本身 它也有這個Power Bank 也就是說當你的手機不需要充電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給這個Power Bank充電 然後當這個Power Bank充滿電的時候 那即使說是在晚上 或者說天氣沒有那麼理想的情況下 也可以給到你的手機隨時充電 運用這個Power Bank裡面存儲的電源 在古時候 環保和商業一直是儲和旱介 但隨著科技的跳躍式進步 這股工業革命浪潮所加貸的綠意 也象徵花綠綠的鈔票 問題是 你是否掌握了先機 八度空間 陳馨宜 吉隆坡報導 好, 棒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